将一个球体放置在斜坡底部 当松开小球的瞬间 有趣的现象发生了 小球并没有向下走 反而是神奇般的向上滚了过去 并且速度越来越快 这难道真的是一种反重力现象吗 其实仔细观察能够发现 原本整个桌子本身就是斜着的 这只不过是一种视觉错觉 那么现实中到底存不存在反重力现象呢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组实验 实验者将一个陀螺放置在清新的木质袍道上 此时他与视频开始前小球的运动轨迹相同 难道这次桌子又是斜的吗 紧接着实验者又找了一个原住体烧杯 与陀螺一同测试 测试能够惊奇的发现 当松开它们时 两种物体竟然朝不同方向滚动 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让我们不妨再看一个实验 将充满氦气的气球放入真空箱 原本悬浮在空中的气球 随着内部空气流失 气球逐渐膨胀并发生下移 而这是因为气球外部的空气密度 低于内部的氦气 因此就会自然而然的下落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原因是 因为随着氦气球重量的增加 其重心会逐渐下移 进而向下移动 以拖把为例 它的重心并不在终点 而是在重量更重的拖把头的那边 同理实验中的陀螺 重心也并不在它的轴线上 而是更加偏向右侧 在移动过程中 重心不断下降 因此才会向上运动 所以物体的运动状态 与其本身的重心 有着很大的关系 可以说眼界也不一定为时哦 对此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也没有什么看分呢